魏陀菩萨手拿着箭 他不是箭 拿的是鼠 是金刚薄 向下放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去问问魏陀菩萨 在我想呢 大概是拿累了可以换着姿势 我想这个都没什么大的妨碍 平常一般我们看到 它是捧在手上的 捧在手上的 那有时候也放在下面 我想这个是它的姿态上 没有多大的表发意思 如果是表发意思呢 我们可以说它表发的是自在 正是如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 佛没有定法可说 诸佛菩萨实现也没有一定的像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能体会到了它是自在 凡是表发 只要你能够说得出来 多好 用说 人者见仁 智者见智 只要你能说得出一番道理 多好 你像我们佛教的教祭 这诸位都看到了 教祭一共是六个颜色 六条 六条 这个直的条六条 前面五条单色的 它这个教祭是代表六度 六条代表六度 应当每一条的宽度是相同的 但是有很多人做这个旗子 后面这一条的时候 做得特别宽 我们看到好多旗子 后面这条做得特别宽 这个是错误的 应当完全相等 前面五条单色 是代表不失持戒 忍辱禅定 经济禅定 代表这五条 后面这一条 是五个颜色都有 代表般若 般若是离 前面五条是四 所以离不离四 四不离离 所以离里面是前面五种颜色 代表般若 波罗密 一定宽则完全相同 后面他又靠长 去前面两三倍 有人问我 这个旗子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意思 应该是代表五成佛法 五个颜色代表五成佛法 他说那为什么有横的有树的呢 我说大概是树穷三计 横便是亡 我说得出道理出来就好 这就是说一个图案 每个人看到 哎呦 每个人一直 只要你能讲出一番道理 做好 这叫佛法没有定法 你能说出个道理就行吗 六波罗密是代表大臣 我这个说法是把大小臣通通包括了 这意思更圆满了 更具足啊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